终端服务器的架设与连接配置 这一章节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分别是安装终端服务器和安装远程桌面连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安装终端服务器 首先打开4503系统 单击控制面板 选择其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 然后选择其中的添加或删除 Windows组件选项 等待一下 在打开的Windows组件相当页面中 选择终端服务器 这时会弹出一个配置警告 因为配置中端服务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远程管理 Windows Server 203服务器 对于浏览Internet方面的要求并不高 因此直接单击设计按钮 就可以了 单击下一步 这是一个提示页面 单击下一步 选择完整安全模式 单击下一步即可 下面让我们填写区格证服务器 一般来说只需要填写本机的IP地址就可以了 比如说172.172.16.42.157 单击下一步 然后选择每设备搜权模式 单击下一步 然后就会开始安装中端服务器 我们稍等一下 然后就完成了中端服务器的安装 单击完成页面 这时系统会提示我们要重新启动 单击4 重新启动即可 那么安装中端服务器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刚才我们已经讲解了 如何安装中端服务器 接下来我们来检体一下 如何安装远程桌面连接 同样的是 首先进入03操作系统 然后选择根据教材上给的路径 找到可经验文件 即setup.ese 双击运营即可 这时会开始远程桌面连接的安装 稍等一下 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择接受 下一步 关于医护名和单位 可以根据读者的情况 事实填写 单击下一步 直接安装即可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远程桌面 连接的安装 远程桌面连接的安装 主要是为了 使用户可以远程操作 重端服务器 这时我们需要复以用户远程登陆的权限 单击开始 选择我的电脑 属性 选择远程 选择按卡 单击 远程桌面中的 启用这台计算机上的远程桌面 选择即可 那么第一章节的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